Zither Harp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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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家请放掌 尊敬到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大师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我们是根据 师父上人的讲迹 来学习的 一起学习一遍 我们下面来接着看下一个经句 子若亦母 如母亦时 母子立生 不相为怨 这是佛用两种比喻 我们上堂课有学习 一种是用亲友的比喻 一专为义 义人专望 讲佛和众生的一种关系 第二种是用母子的比喻 讲佛对众生的灵念 就像母亲对儿女一样 那么如果儿女也是像 意恋母亲一样 这样的 意佛 念佛 讲众生的心态 就像母亲意恋儿女这样 那么 双方就会感应道交 不可思议 必能够见佛往生 所以我们要深深地体会 为什么念佛一定会往生 那么这里师父讲了 一位叫大行和尚 那么大行和尚呢 是讲四个字 我们来落实这段经文 两个字是信意 信是相信 意是意念 信意二字 不离于心 称敬二字 不离于口 称是口称 敬呢 是 成敬的这个敬 那这四个字呢 非常重要 我们来一点点的开解一下 那么信呢 是指信愿行的信 三字两 我们要真正的相信 就像我们师父上人常讲 确实有极乐世界 我们确实呢 这一生 要真发愿 求往生 真正发愿呢 十万元都能放下来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元 放不下 说明我们的信呢 还不够真 里面还有很多夹杂 所以大家呢 就没有办法见到佛 那见佛呢 有定中见 也有梦中见 两种都没见到呢 说明我们的三字梁 都不具足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继续努力 包括敬于自己也是 还会有生气啊 发火啊 我今天一路上 都是在忏悔 就觉得自己 确实修行很差 尤其今天呢 丁弘师父 百日闭关圆满 出关之后啊 师父跟我通了电话 自己感到很惭愧 看到师父 一百天 是念一千万声佛号 那么 也跟我分享 就是这种一心 一心不乱的这种称念 他这种心得 那么我们没有这种福报 也没有办法闭关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修行呢 确实自己的烦恼 很重 业障也很重 遇到一些静缘呢 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烦恼 习气 还会生气 发火 所以自己想来想去 只有靠那种坚定的意志力 不断地提醒自己 厌离缩破 要把这个生死的概念提上 如果当下我就要往生了 所有的这些事情 跟自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放不下也得放下 你这面还跟他生气 发火 那面阿弥陀佛就不见了 你就没有办法往生走 这一念就是这样 我昨天一直在念佛的时候 自己确实是非常难过 昨天我不知道师父 是今天早上闭关圆吗 我还以为是要明年1月2号 那么自己在念佛的当中呢 就自己在反省 为什么就是还会生气 为什么见到这个境界 自己没有办法转 确实你道理是通的 我们讲看得破 但是忍不过 忍不过没什么别的原因 很简单 就是功夫不够 自己平时在很多时间 还是浪费掉了 尤其是这一世来到这个世间 我们基本上30年都是废掉了 真正修行也就是这两年的时间 这短短的这两年的时间 今天师父出关跟我说 就像什么呢 面对着已经是那种冰冻 不是三尺 冰冻很厚的这个大冰层 我们就拿那么一点点 一小碗热水 这一小碗热水就是 我们现在修的这一点点功夫了 倒到这个冰层上 你没画得了多少冰 水反而 热水都反而也被它给冰掉了 就是你被这个 众生的夜里给转走 我们确实没有那种 像弘一大师 像这种祖师大德 他那种修行的功力 你看他一放下俗符 马上披上僧袍 他的起心动念 他的言语造作 所有的烦恼 视线的基本上是立断 你拿了什么样的破菜都能吃 什么样的人现前他都不生气 这是确实让人无比赞叹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你看见长毛的菜 你心里还会起心动念 你看见那个臭的豆腐 你心里还会起心动念 你没有办法如如不动在那用 所以 我确实很感恩这些境界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境界出现 自己不知道自己功夫不够 还三次一功活气下来 还挺洋洋得意 当这些境界现前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自己应该反过来 把身边的这个义工当成菩萨 以后再有这种错误 不是他跪乡 我去跪乡 绝口绝口不再批评一个字 我今天跟师傅说 我说我要像写这个 红法护法的要求一样 把对身边义工 我自己的这个要求 自己写出来 一句批评的话 从此都不说 因为你说了 你会动称恨心 这种称恨心一动 自己是没有办法往生的 你跟外面的人真的批评 不会动称恨心 跟他没有这种感情纠结在内 但是跟身边的人很容易有感情 这就是我们生来这个投胎做人 他没有办法避免的无量节的喜气 所以你唯一能避开的就是不说 你不说你就不动称恨心 那你就能够慢慢的 除非你达到念佛三昧之后才可以 我们现在都没有念佛三昧的功夫 所以今天师父说 我们没有拿到念佛三昧 其实度众生来讲 是自己把自己给度掉了 没有那种大的福德和智慧 因为三昧现前是一切烦恼都能扶住 断不断是要看这个功夫的深浅 但至少当你这个进入三昧之后 你可以服烦恼 贪嗔痴它是不起现行的 我们现在都还会起现行 不是贪烦恼起现行 就是称烦恼起现行 那这些都跟愚痴有关系 所以这是讲我们信呢 是信的不够深 信的深是要靠行持来落实的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行持 你这些是口上说没有用 所以说的再多都不如真正的去做 你真的就是十万十万佛号这么念三年 三万三万生佛号念三年 念十年无再 你自然就知道 所以这个法门呢 没有别的 就是老实 老实称业 你不老实的话呢 我们怎么在这讲理都没有用 自己不得受用 进阶现前的话还会堕落 就是这样 这个意词也是 意识指意佛 我们意佛呢 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大师之菩萨念佛云通章 他是把意佛放在念佛的前面 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那什么是意佛呢 我们自己就想 我们在世间 比如说我们想赚钱 不是说专门呢 在办公室 在那准备跟人签合同 这是在 这是在想 这是在赚钱 可能我们回家里 吃饭的时候 在路上 虽然没有跟人签合同 没有跟人讨论这笔生意怎么做 但是你还是在时不时地想着赚钱的事 那个事情就是牵肠挂肚的 会萦绕在你心间 这是对钱 那比如说对情人 对你喜欢的人 你也会经常会想念起来 这就是意识 我们意佛也是如此 比如说我们读经 读经的时候是在意佛 想佛的这个境界 我们听经 也是在意佛 我们做这个 比如做这个法会 也是在意佛 那自己没有把它跟这个佛连在一起的话 就没有挂上钩 所以平时呢 自己要训练自己这种思维模式 就是我们做的一切 这些事情 尤其是做义工的 我们都是带阿弥陀佛老人家 在这个世界做 有这种心情呢 我们就把这个念头啊 就转过来 一转过来呢 你自己心里就不会生烦恼 做得好 那是终胜有福报 不是自己有多大本事 做得不好呢 那自己也能放下 不会在这里纠结 遇到难题的时候呢 自己就求佛力加持 多念佛 一向这个 我们有个同学 最近在教稿 结果突然之间 我们也是有这种感觉 比如突然很想 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杂物 突然涌来 让他没有办法专心做 那他当时呢 就给我发展信 多老师 本来今天想把这个 教稿的事情完成 但是就出现了 无数个这个 他说障碍啊 就中间障碍 我跟他说 其实不是障碍了 是佛部再来考验 念佛就佛力加持 那他就制成的 祈请阿弥陀佛老人家 慈悲加持 能把这个稿子呢 圆满的 在今天教完 后来他跟我讲 他说特别不可思议 在他教稿的这个房间 以门没线 门里门外 他说他没发这个 没起这个念头之前 那个屋子里啊 还有一股潮红红的味 他起念了不到几秒钟 他那个门里面 全都是莲花香 然后就是很快 思路也很顺 也没有任何障碍和打扰 也没有电话 特别快就把这稿子叫了 那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要这样 要求佛力加持 我昨天念佛念到晚上 很晚的时候 我就跟阿弥陀佛老人家说 我说求你老人家加持 当自己啊 我也不求断烦恼 辅助烦恼 境界在现前的时候 你老人家一定要加持 我不要起烦恼 就随他去 他犯就犯错误了 有过失就有过失了 都无所谓 自己要把这个阿弥陀佛放在心里 不要把世间的这些事情放在心里 因为世间的事情呢 自己要有智慧 说了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十几遍都不听 你还说吗 再说就是愚痴了 真的 就是于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你真正有缘的 说一遍他就听 没有缘的 你说一万遍他也不听 毫无益处 你干嘛要说呢 想要发现自己的过失很简单 听经去 念佛去 拜佛去 都能发现的 没有必要去说 说了 撑加自己的我知我见 让自己在这里堕落 所以我就跟阿弥陀佛老人家说 我说你老人家慈悲 加持我 我希望在三年之内呢 能尽快成就 因为确实呢 看到 丁宏师傅这个红法 很不容易 说我自己 没有成就 没有清静心呢 基本上 那真的是在账房 所以自己不想做这个事情 那要成就自己 不能想别人 别人成不成就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自己要成就 所以这个意志呢 很关键 把每一个人 确实当成阿弥陀佛 每件事 确实当成阿弥陀佛 他都是佛来考验自己 转这个念头 不容易转 但是呢 我们要有那种 坚定的意志力 在生活当中呢 试出世界法都要修 我们讲佛法 不离世界法 今天自己也想 自己的人事阅历啊 太薄了 人情事故不通 所以很多事情呢 犯错 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在这里 跌打滚爬几次之后 慢慢就磨出来 就知道 什么人 应该怎么交往 什么话 应该怎么说 慢慢就知道 我确实是在 没有进入到 我们这个义工圈子里 我的生活是极简单的 没有跟社会打过交道 我大学毕业呢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证券公司 先是在电力局做 做那个 做账 跟人没什么来往 那周我就一个小姑娘 做了一年真正岁的账 然后我就 去证券公司 做这个习惠教育员 也没有跟人来往 等嫁给我先生之后呢 就帮先生打理公司 也是 就那么一点事情 所以我记得 一二年的时候 有同学 问我说 静雲老师 这一年 一二年 你有哪些心得 我说我最大的心得 是从 进入到这个义工团队 我才开始真正了解社会 了解人际关系 之前呢 是完全不了解 因为我其实在 以前在公司 跟客户都没吃过一顿饭 跟员工 我那个不到二十个员工 都是大学毕业的 那个年轻小孩 就是 不像义工 我们什么样的人都有 他们都很简单 毕业来了 我们都是事先 有挑选应聘 都是清一色的 闻闻经经的小姑娘 平时我也很少 跟他们开会来往 他们干他们的 我们那个行业 也是特别简单 所以我说 我真正开始了解社会 是进入义工团队 这三年 就是我一个快速地 了解这个人事关系的成长期 这个跟佛法是同步 所以之前的学佛 很多都是空学 没有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 这三年呢 就全部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 碰了无数次壁 碰壁之后呢 碰得头破血流 自己就知道怎么放下了 要不你不会放下了 所以人是在遇到无数个逆境 和挫折之后 才真正能成长 顺境当中是没有办法成就 一个在完全很顺的环境当中 这样的人决定不可能成就 往生不了极乐的事情 得到的那些人天福报呢 也都很快就会消耗掉 所以菩萨确实是 他的所有的成就 都是靠修人辱 一切法得成于人 人辱这一关没通过 你就没有办法成就 人辱不用到哪里修 就在身边 阿弥陀佛一定很慈悲 派这个最能让你修人辱的菩萨 在你身边让你修 所以你就看身边什么人 最给你最大的考验 这就是阿弥陀派来的考官 你就好好在他修 我今天就觉悟到 千万不要把他当成 跟你学的学生 要把他当成阿弥陀派来的 考官和老师 要尊称他为老师 这样子的话呢 你能成就一步堕落 如果你没这么看的话 你认为他是学生犯错误 你去批评他 指责他 声称恨心 最后是自己堕落 最心能转静 这些如来 所以我昨天的十万声佛号 没白念 每次念十万声 都有成绩 念一个十万声 知道红法 给自己提九条要求 再念个十万声 知道护法 给自己提几条要求 再念个十万声 知道怎么对身边的 一公仆子 这是阿弥陀派来的老师 所以我今天很欢喜 我说你可以继续出考题 再出考题 我决定 你就是把锅盖烧着了 把房子给它点燃了 我也不说一句话 我自己去跪乡去 我就反过来 不是让你跪乡 我跪乡 不是让你败颤 我败颤 不是批评你 是我自己去 多念十万声佛号 是这样子 否则成就不了 我真的很感恩 因为对于我现在来讲 确实逆境不是很多 身边给我这些考题的 自己没有转过念头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在这里成就自己 必须把自己的 这些念头转过来 称敬二字不离于口 称是口里称 就是嘴里念阿弥陀佛四个字 要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也要听得清清楚楚 心里要记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记得三个清楚 如果只是稀里糊涂地念的 这是不行的 在昏沉的状态下 我们念的那些佛号 是不算数的 大家在这闭着眼睛 睡着觉 在这按着技术器 按完了 都三万挺好 记下来 这是不行的 要非常清楚地摁下来 才可以 所以 我们自己不能骗自己 这是对自己的真诚心 对自己的恭敬心 佛号不在多少 关键呢 在自己是不是念的时候 确实是发自这种真诚公敬心念出来 确实自己了解佛号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 了解自己这一生是决定求往生 如果自己没有这种决定心 世间第一个放不下的是自私自利 自己对自己对自己很宽容 自己能无止限地允许自己懈怠和放任 因为没有想出力六道轮回 你就可以想睡觉就睡觉 想放放逸就复而密 三万佛号变一万 一万变五千 五千变三千 三千变一千 一千最后变两百声也行 最后十声 安慰自己 反正十念法也可以的 早上十念 晚上十念 你就不断地就给自己退步 所以我自己感觉啊 就是那种初离六道轮回的生死的心 没有的话 听再多的经 别人劝都没有用 这个心只有自己发 我昨天 那个是大连的同学 给我发了一个新闻 我才知道 这是这个月 十二月四号 大连那个 原先那个石德集团的董事长 徐明 在监狱当中 往生了 徐明他年纪很轻 大概是 跟我差不多 四十四岁 就是二十多天前 我看到之后很感慨 因为我们单位有个员工 原先就是他们石德集团的 也知道他一些事情 我们生命真的是一转眼他就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活的时候 自己还能够很放逸 很纵容自己 是确实对这个生命不在乎 觉得可以自己活个一 就是像能活一二百岁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真正能放下 其实什么都不会在乎 只在乎这一句佛号 只在乎我在这个世界 我随缘 我能为众生做多少事情 因为你能够帮众生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作为我们往生的增上的资料 为自己做的 那都是造业 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活着一天 自己就提醒自己一天 学硬光大师 把死字放在脑头 能多念一声佛 就多念一声佛 能多拜一次佛 就多拜一次佛 自己的身体不用管 交给阿弥陀佛 好不好无所谓 那么这儿疼那疼 头疼心脏疼 爱哪块疼哪块疼 不去理疼 身体是假的 身边的人和事也是这样 都放弃 就是人家想去地狱 还是想去天堂 跟我们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自己去哪里 你自己都往第一里钻了 你还在那撑心发火 那你管别人也是假 所以很不容易 我自己这些天念佛 念的我就发愿了 因为以前我13年念佛 一年没停 我是从14年开始 就断断续续 到15年 尤其15年有两次陪师父 有两次弘法 基本上佛号就停 因为事情很多 我这次就是因为马上 一月份呢 也要去台湾 师父出关之后 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台湾 我提前自己写了个发愿文 就以后陪定空师父 红法 护法 我佛号决定不断 最少5万 我说我这怎么起这5万呢 我自己算了一下 我早上三点钟我就起来开始念 我早饭不吃 因为一般师父红法都是8点半出门 我念到8点半了 4 5 6 7 8 5个半小时 快念的话呢 争取能至少 4万佛号是决定没有问题的 然后剩下实在念不完 我晚上10点钟回来之后 我念一万圣佛号 就是 我还跟身边的一个同学说 我说你护持我 我私下我就跟他讲 老师你要不吃饭 人家催你怎么办 我说你就跟人家讲 你就说我不饿 我也不吃 因为吃饭很耗时间 你现在不就锻炼 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日中一时吗 那出去弘法的时候也是这样 佛号不让他间断 不让他停 这样的话呢 一直坚持下来 就不会退 否则一旦中断的话 一停就退回去 逼着自己呢 要精进 不是为别的 为自己了生死 生死的大事没有了 剩余的事情 都是假 但是我们有缘 需要为众生做事 还是需要做 也不能停 所以 就是关键看自己的这种意志力和决心 有同学今天在网上问我 说老师 念佛呀 听经都昏沉 怎么对质 我记得以前是不是让人讲过 我们学佛的人 如果连儒家的这种头悬梁 锥刺骨的精神都没有 往称为一个学佛的人 儒家都有这种精神 把那个骨带头很长 头发竖起来 吊在悬梁上 拿那个锥子扎自己的大腿 不让自己哭 师父说这是靠什么呢 这是靠坚定的志向和毅力 儒家的志向只是说 做世间的圣贤 我们净土中念佛人的志向 是到极乐世界做佛去 度众生 那这种志向是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咖啡呢 有茶呢 不行的话 真的拿锥子扎到自己大腿 扎出鞋你就不困了 我今天中午也是 因为上午一直跟师父沟通工作 我们有很多事情 多过法会的 早晨就那个佛号没念多少 所以下午我一般中午呢 都睡个子午觉 十二点到一点半 我会休息 今天我就全停 一直念佛 念到四点半 开始备课 备一个半小时的课 念了四万多声佛号 四万五千声佛号 晚上回去继续念 就念佛以前我不是正修的 以前就是看书累了 念佛 听经累了 念佛 拜佛累了 念佛 我是从一三年 遇到很大的这个障碍之后 把念佛作为正修 剩下的都是住修 那这个呢 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是早上一起来先念佛 上午必须念完三万声佛号 我这一天三万这个底线 我就圆满了 十万声佛号 就是下午念四万 晚上念三万 就很轻松的不累 中间还能干一些事情 念佛累的时候 回回短信呢 这些工作都可以做 所以呢 我们真正超越轮回 在大成佛发力 是靠断烦恼 不断烦恼 所有的智慧都成为邪智慧 是增长邪知邪见的 但是呢 净土中法门不是 它是靠念阿弥陀佛 不用断烦恼 我们大部分都是代业往生 到凡圣同居土 这也是极乐世界最殊胜的地方 所以你看四十八大愿力 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力 我们刚刚学完 四十五个都是对我们凡复法 只有最后三个月 是对菩萨发的 说明他奢受的 就是我们这种 业障烦恼很重的凡复 你看他的这个第二品里 表法的 十六位在家居士 全是他方世界 东西南北来的这些菩萨 他是用在家身份来实现的 告诉我们什么呢 因为在家居士嘛 他的烦恼确实比出家重 要重很多 我们家里的这个爱欲情染 很多工作上的媳妇 人际交往上 包括这个修行环境上 都不好 所以他用十六位正式来提醒我们 第一个就是要贤护 你看贤护菩萨是第一位 最后一个是谢托菩萨 就是他是依次递进的 到最后你就能得到解脱 贤护首先要护好自己 护好自己的清静心 所以网上有同学 我不是跟同学共勉吗 共勉我最后一句话 我说不交无益之有 不攀名利之源 这个同学就问我 说我讲的跟老法师讲的有违背 老法师说礼尽诸佛 我这不交无益之有呢 就跟人家不礼尽了 我就给回复了 我说不是这样的 礼尚你要全部都礼尽 世上我们自己要懂得自己的业重 业障有多重 所谓尽诸者赤 尽默者黑 你看那个孟子啊 他是一代雅圣 孟母为了护他的清静心 还要颁三次讲 在他小时候 我们现在师父上 那么强调 让我们远离手机 远离电视 远离网络 这都是负我们的清静心 如果我们每天跟打麻将的人在一起 咱熏的就是 就是打麻将的喜气 每天跟赌博的人在一起 我们就是熏赌博的喜气 每天跟喝红酒的人在一起 就是喝红酒的喜气 你每天都是跟这些 谈这个世间的这些什么 赚钱的玩乐的 你都是跟着他这个思路走 我们学佛的人没有别的 就是自己一定要好要修行 唯一的目的学佛就是了生死 如果不是为了了生死 我们学佛没有任何意义 学点知识而已 你学的这点知识 也不一定能用得上 所以清凉大师说 有解无形 增长邪界 我们听经听的再多 如果没有落实到 实际的行动上 都是增长自己的邪智邪界 佛说七情五欲不断 我们的果报仍然在欲界 都不能大到色界 断了五欲才能到出禅天 所以我们烦恼很不好断 只有靠不断的念佛 你真正那个佛号 一声接一声它不停了 它确实它停不下来了 你烦恼它就不断自断了 你看到那个境界 你就跟没看见一样 因为你心里在 一直在念佛 念成习惯了 这里那个师父上人 蒋记里提了一个例子 安石高 大师传记里 他说他有一次到江南九江 去度他的同学 这个同学前世跟他都是出家人 一念称心 落落到畜生道 去当龙王 这一念称心是什么呢 还不是发火 还不像我们这样的骂人 不是这样 他只是他脱波的时候 人家给他供养的饭菜 不是很好 他心里就生一点烦恼 这个饭菜不是很好吃 就这一念 他就到这个做龙王去了 前世做出家人的时候 也欢喜布施 也非常的懂得经教 明经好施 就是因为脱波的时候 饭菜不好 心里不中意 一念称恨心 就到畜生道 变为大蟒蛇 在九江做龙王 因为他明经好布施 所以呢 虽然称恨心重 但是香火极其旺盛 福报大 那那里的船夫 如果不拜他 他就把他的船弄翻 所以大家都去拜他 那么我们就更麻烦了 我们就不是这点称恨心 我们的称恨心 比这要大很多 我今天备课的时候 我就自己在那 忏悔了很久 所以修行呢 就是要把贪嗔痴 丢得干干净净 修自己的清净心 修自己的平等心 修自己的慈悲心 真正把自己的毛病喜气 修正过来 用什么修呢 我们就是一句符号 什么都不用 用别的没有用 一句符号用不上 听我说 跟我们开解 拜颤 我们看看这个 昨天我发给我们 义工同学那句分享 叫修德有功 性德方写 分享的多好 他刚见到我的时候 真的亲口跪在地上 哭着说 老师 我说你烦恼这么重 我说你就念佛了 他说老师 一句符号念不出来 念佛都是烦恼 我念不出来佛号 他说我自己都梦见地狱 怎么办 自己出去出车 撞车出车祸 遇到真的人生的逆境 二十多岁都碰到了 他说我真的活不过三十 他当时说 老师我活不过三十 我估计我就是死了 直接就是到阿比地狱去了 他当时瞧瞧跪地上 哭了 老师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刚刚 电风师傅跟我说 瞻瞻瞻瞻 我说这个吧 我说你不到你信不信 反正师傅 电风师傅 给我们示现 就是我们业障重的 先拜着瞻瞻瞻 求地藏王菩萨加持 先把我们的地狱也削掉 我们再念佛 他说老师我信 我说你信呢 你就先以一个月为期 在我身边 我说我护持你 给你提供这个修学环境 你那每天呢 最少七步 拜禅拜累了呢 就念地藏王菩萨名号 念累了呢 就反复看 电风师傅的那个 一个光盘 反复看 他一个月拜完之后 二百步 然后说老师 我还要继续拜 我说那你就三个月 他就这样 拜了一千 现在已经一千二百多步 每天现在三万五万佛号 不成问题 中间成经闭关 十万身佛号通宵念 他就特别乏喜 跟我说 他说老师 我说境界是不可思议地在转 以前父母是根本不学佛的 不仅不学佛 不念佛 杀生 而且呢是 不欢喜他学佛 他说他也没有现在特别地劝这个父母 他就专注地在这 拜颤 结果父母现在吃素 放生 念佛 听经 他那个分享 分享得很真诚 一报随着正报转 真诚地改过 没有 命运没有不可能改的 全都会改 就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真诚心 修了三年五载 家人还是那样 没有一个学佛的 没有一个念佛的 是因为我们没有真诚心 没有肯度众生的心 你看他在那忏悔 他说以前心里都是自私自利 别人学不学佛跟自己没关系 也没发那个心 现在就是欢喜一切人都念佛 欢喜一切人都去网上做佛去 我就跟他提了四句话 我说确实 粘插忏法不思义 地藏雌乎消恶业 弥陀奖励 宝连坛 闻过极改真菩萨 我说他跪在地下 当时一念忏悔 那个是真诚心 所以他改过勇猛 一千步沾茶颤 我没有一步是催他的 没有一步是逼着他的 根本我就没管他 其实谈不上我护耻 我就是有那么地方 自己爱拜不拜 不拜反正你自己到第一去 哪还像我们现在的菩萨 得拿本给他记着 每天早上得检查 你拜了多少了 统计一下 25还是30 我说今天怎么上午才拜两步 老师累了 中间去睡觉了 你睡睡过头了 我特意把房间空出来 我说你今天在这专门拜 回来我说拜多少 才拜四步 为啥才拜四步 早上起来晚了 睡都快八点 中间又累了 又睡了一觉 我都是把饭准备好 早饭 中饭都准备好 不用做饭 我说你今天得在这经济修行 那个把房间给你 那怎么也得拜个七步十步 回来告诉你四步 生夜全睡觉 后来我就 我想我也不生气了 我也不管了 我也不去看看那个本了 你爱拜不拜 爱弄不弄 你到地狱里去 说实话 那是你自己招罪 佛胡子如果还有起心动念 那不叫佛胡子 我跟你上那个火干什么 父母真能放下 父母都不上火 父母自己都要放下情职去往生 我说实话 这一世还跟你不是父母 我跟你着什么急 我自己儿子我都不着急 所以我自己今天在这备课的时候 我就想 我说我这也得修清静心 第一个 咱先别说平等 慈悲和欢喜 我先把清静心修出来 你也别给我看那个本 真的 你是拜一千步也好 拜两千步也好 还是一步都不拜 跟我没关系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德 修不修 你自己最清楚 业障有没有 其实自己也清楚 自己都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 你说自己不清楚吗 学佛也不是学了一天两天了 都学了三年五载了 也不是没听过经 也不是不懂得道理 大学本科毕业 什么不懂 能考上大学的 哪个是傻子 自己修 管人类 善人道不说吗 管人的都是自己类 不管人 我说我今天真的 昨天十万诚佛号没摆念 把自己这个念念的 前却不管 因为地方我也给你提供了 这个修修环境我也给你了 平时怎么修法 我都告诉你了 白天自己都有时间的 你上午都可以自己 什么拜三不颤也行 念一万诚佛号也行 那你不修怪谁啊 明明二十分钟能做好的事情 要磨叽 好几个小时 告诉你要天天 我们那冰箱 我该经舍规定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规定 定期都要检查 至少每周要检查一次 四个月不检查 菜都生毛了 生了怎么办 我说那也得吃 我还特意跟那个菩萨今天说 我说昨天晚上我告诉他 我说那个菜 你别放多 他可能不知道是长毛了 我给你少放一点点 这菩萨今天也很慈悲 半会儿都放进去 大家吃了感觉都很怪 后来我就说了 我说因为他长毛了 所以我不让你放多 我说吃完大家多念佛 那不能扔掉啊 扔掉怎么办 扔掉那是浪费 造业 那菜都是在山头打佛期 师父慈悲给拿回来的 那不能说就这么让他长毛给扔掉 豆腐臭了就臭着吃 菜长毛了就长毛吃 所以大家呢 要知道自己的毛病习气 自己不改 这一世是决定成就不了 那么出众的毛病习气不改 我们只扶烦恼 是扶住那个习气 不是让烦恼不断地起现行 你总是起现行 你没有这种决定心 去改这种毛病 懈怠的习气不改 打妄女的习气不改 骗人的习气不改 你最后把自己不都耽误了吗 这一生就废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佛号呢 功德不可思议 大家不能念佛 那就外叉了 如果能念佛 就用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到底 别停 停下来有中断 有夹杂 这功夫还是不功 要督处自己 那念头起了呢 也不要怕 我们讲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念头一动 第二个念头就是念佛号 念佛我们讲得不得力 就关键看在这里 我们现在是偶尔得力 偶尔不得力 我自己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那个境界现前 我不动念 我念佛 有的时候境界现前呢 就没控制住 但是现在我知道 没控制住这个境界 现前的 比这个十年前 三年前 要少 以前是经常控制不住 现在是隔了很久 比如三个月 几个月 会发作一次 我是争取 就是一直压住它 不让它 自己要不断地 在这里给自己训练 训练自己的思维模式 你看这个世界 讲赚钱 有赚钱模式 讲那感恩 有感恩的模式 我们念佛人 又有念佛人的模式 咱做义工的 我今天在备课的时候 看到收上人一旦开始 讲的可好了 他说我们做义工 在道场里头 经常看见别人过失 怎么办 师不上人开始 说我们做义工来道场 是来陪伏的 不是来看人过失的 陪伏呢 要知道 哪几项是陪伏 福色六度里 六个科目里面 前面四个都是陪伏 布施是陪伏 我们内财 内财不是陪伏 实戒呢 也是陪伏 我们的道场里 第一个守道场的规矩 守规矩就是在陪伏 第三个呢 就是忍辱 忍辱是什么呢 就是看见人家的过失 自己要能认出 不要去讲 也不要放在心上 决定在这里要修 和睦相处 师不上人在这里还讲了 说有的义工也很难得 看到有些人做法呢 实在是不如法 心里难过 他怎么忍呢 他就不来了 师父说 他也不批评 他也不说 就是不来了 师父上人开始说 这样的态度好不好呢 老人家说呢 也不能说他不好 但是呢 也不完全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修忍辱 学佛修忍辱的机会 没有了 这个亏也迟大了 你看他不顺眼 不是这一世 生生世世 这一世没修过来 下一世碰见他 还是一样 还是不顺眼 所以陷在我们眼前的 都是我们应该修的 不必去躲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该来什么 就来什么 以前13年 有人就跟我讲 说老师 你哪个哪个 一公不能要 这个一公将来 怎么怎么样 他可能有点小神通 我说我吧 不管他 谁愿意来谁来 谁愿意走谁走 反正是铁打的 银盘流水的兵 你来 我就全当修我自己 有的修过去了 有的没修过去 我就在这里坐着就等 反正是 什么样的都有 因为一公跟你也是自主缘 有来报恩的 报恩的不让你操心 真有的一公来 我四年我没操过心 自己把自己弄得明明白白 工作做得很好 我跟他从来也不生气 也不上火 一心一意的去扶持 道理也明白 很懂事 有来抱怨的 成天跟你找事说话 甚至还要骂你 你也得忍着 这是抱怨你 还要来讨在 专门给你弄坏东西 我是 就刚刚 我们那个 我说人家就给我这么 两袋好花生 全都做砸了 不是糊了 就是拿水泡了 炒花生米 拿水泡过再炒 都是软的 再不就是剩下给你做糊 我说我这两袋 还剩半袋 我今天跟另外一个义工说 我说千万别再砸了 咱给它炒好 明天 彼陀 圣诞供修 咱供养这念佛的菩萨 我说就这么点了 剩半袋 我就全都给炒出来了 那没办法 讨债的就是 他要不断地给你 和回东西 这个砸了 那个坏了 就是这样 还有呢 就是 还债 还债的就是帮你干 干完了就走了 以前 他们就说 老师 这个是凡债的 说 那你在这里 就像你跟儿女一样 跟儿女是四种缘 我们义工之间 人与人之间 其实都是这四种缘 你可以在这里看 要修这个忍辱 所以陷到眼前 咱也不必看 什么样的人陷到眼前呢 你都欢欢喜喜地接受 修自己 不是修别人 修别人就错了 我也是经常犯错 错了再回头 再赶紧赶过来 所以劝大家 都是劝自己 大家不知道劝没劝明白 自己呢 劝明白了 劝明白放下一点 过两天又犯了 再劝 再放下 争取呢 能早一点全部都放下 经济呢 也是赔福 那只有那个禅定 和般若 不是 这是属于 定慧 如果光有前面四项呢 不是功德 都是福德 只有禅定和般若 加上我们才能够 转福德 为功德 所以做义工呢 大家要会做 很不容易的 它就像这个 悄悄板一样 修的福德会很大 造的业也会很大 修的功德会很大 造的业也会很大 那大家要会修 大乘佛法 它最殊胜的 就是在跟众生 不断地打交往的过程当中 自己的那种慈悲心 和广大的心量 慢慢地就出来了 因为学佛没别的 就是扩大心量 在哪里扩呢 就是在跟众生交往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天天跟义工菩萨在一起 就是在不断地扩大 自己的心 什么样的人都能够看得惯 什么样的事都能忍得过 心量就大了 总是有看不惯 忍不过的 还是不行 我自己也是一样 以前就是比如说 特别讨厌那个虚伪的人 师父也批评我 说这个呢 也得看得过 看得惯 争取就是给他看官 看他也是菩萨 菩萨来实现 慢慢地放下自己的这种 是非人我的这种好恶心 所以呢 我们万万呢 不可把佛号照念 而烦恼呢 仍然起作用 样样都认真 样样都放不下 最后 有一样牵挂的 咱都去不了极乐世界 尤其是像我们都四十多岁的人 咱不知道 还有没有第二个四十岁 能活到八十岁 这是不大可能的 寿命可能在六十岁就终结了 四十五岁就终结了 七十五岁就终结了 终结那一天 能不能走成 我今天跟师父汇报 我说才知道 我这个 我姥姥是往生极乐世界 我爸就跟我分享 说那个 他就是往生那头两年 确实什么事都不管 就跟个笼子和哑巴一样 看见什么都跟没看见一样 别人说的 他就跟没听见一样 洗碗的时候念阿弥陀佛 吃饭阿弥陀佛 别背阿弥陀佛 孙子说他他也不在意 我妈 他因为他就我母亲一个女儿 很喜欢我母亲 以前我母亲去了 他就会 会一直恋恋不舍 因为他是跟我舅住在一起 我母亲定期去看他 我母亲就说 就回忆说那个 就是临走那两年呢 就他念佛那两年 我们都不知道 谁教他念这句佛号呢 我母亲说很奇怪 就是他就从来不再跟他握着手啊 就舍不得走 没有 就在阳台上跟他 嘴里不到念叨什么的 跟他挥挥手 就转身进屋 我妈爱说说 也很奇怪 这老太太怎么现在 好像这么放得下 就这么练了两年 一点病都没生 87岁 他就是走之前 把家里全部收拾好 那个孙子啊 那个破的衣服都给补好 白天家里没有人 他就去他邻居家 到邻居家 平时跟那老太太就聊天 那天呢 他就跟老太太说 他说你去 给我倒杯水 我渴 邻居老太太把水拿过来 他就已经坐在床上 往生 就走了 走的时候 家里人也不知道 他是往生几个世界 是在 他往生三年之后 因为我父亲他们 去给他起坟 那骨灰盒 那么大概有十几个人 还请了个风水先生 我爸就跟我讲 说起这个骨灰盒的时候 这十个人里面 至少四个人 是亲眼看见 那骨灰盒上面 扶着九朵莲花 这四个人都看见了 然后都觉得很惊讶 然后那个风水先生呢 就跟我爸说 说你们家的老太太 不是这个世界里的人 她是另外一个世界 她都是踩着莲花过来的 我爸说 那一阵根本就不懂 也不知道踩着莲花 是哪个世界 然后这次我爸见到 我说敬余你分析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 那个极乐世界 老了是不是就去那了 那肯定的 我爸说 就是那阵 他们都很奇怪 就问那个的孙子 说你奶奶每天在那 念什么呢 礼拜五走着 自己就低头念 那孙子就跟我爸妈说 奶奶念阿弥陀佛 没事就念阿弥陀佛 而且就是 全部都是断肉吃素 以前老太太偶尔也吃 吃点荤 就从走之前的两年 一口肉不吃 全部都吃素 走的时候红光满面 所以 我们自己真要能放下 才能去极乐世界做佛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地方留恋 留恋那是傻的 就白学佛 但是我们彻底要明立 才能放下 才能服得住烦恼 平时呢 要多培养 第一呢 多读经 读经呢 是帮我们看破放下 真正的把这个信义称敬 四个字 要完全做到 确实真相信 确实真是在想佛 念佛 确实从心里头恭敬一切 没有成敬 是不得利的 师父劝我那个给大家 讲这个净土圣贤路 他说他讲理比较多 说你跟同学呢 多讲案例 尤其是善女人传 你看那个在家女居室 都是怎么能往生 善女人传我也看了好多遍 善女人传里面那些善女人往生 都是成敬两个子做到 确实在生活当中 有这种真诚和恭敬心 决定不做自己骗自己的事情 你何必呢 把自己都骗了 那是对不起自己 尤其是我们学佛的 大家在座各个都是受五界 菩萨界的 你天天都是在犯忘语界 我们这个业呀 造多了 必定是有障碍 障碍大到一定程度 我们是没有办法修行的 大家要知道 业不能造 恶业决定不能造 善业造了决定心理 不留印象 就是我可以行善 但是我决定行善不能着相 我做义工行善我也不着相 我护持三宝行善我也不着相 帮助世间人行善也不着相 你着相 我们的果报就是三善道 三善道是干什么的呢 削我们的善业的 跟三恶道其实没啥区别 三恶道削恶业 三善道削善业 都是六道轮回 平等平等 三善道完事到三恶道 三善道恶业削完了回三善道 就这么来回轮着转 所以大家明白了 决定不在 不在这里去造作 我们看看自己 这一生 确实如果没有遇到净土法门 我们这一生 连做人的机会都不大可能 做人还要能够把这个五戒吃好 我们这五戒 那是很难说了 大家每个月忏悔的时候 好好想想 不要等着送借钱 平时好好想一想 我就是每次备课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感恩 自己一备课的时候 就是在那对着这个课 就想自己犯了哪些毛病 这些毛病都会障碍自己往生 决定不能犯了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 下面的经句 若众生心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那么 无量寿经上说 是一项专念 观无量寿经上 是讲一心细念 罗石大师翻的阿弥陀基上讲 是说一心不乱 三经在文字上有所不同 但是在意理的开解上是一样的 经典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修学纲领 他的殊胜的功德利益 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修学方法 才能瞒我们的愿 这个修学方法 就是师父上人反复强调的 一门深入 长期寻修 佛号是寻出来的 极乐世界也是寻出来的 我们的信心和愿心 都是寻出来的 关键是要 专 海星老头上不是说得很好吗 世上无难事 就怕心不专 我们要专注 专心 专一 做一切事情都围绕着专子来 给他彻底的 把心灌注在一个地方 我们讲至心一处 无事不败 我们义工都在各个组 我就跟义工菩萨们都分享 咱能做法宝的 一辈子就做法宝 能做接待的 一辈子就做接待 我们在接待 法会接待当中 咱就站着往生 在派发法宝的时候 咱就站着往生 我们做法物的 在法坛上 我们就站着往生 一直做下去 我们就护持也是 就护持一个道场 专心专注 不要心乱 所有让我们心散乱的 都障碍我们的清净心 我们在现在 在这个社会上修了 很难的 让你心不清净的 这种方法太多了 诱惑太多了 让我们能够心清净的 太少了 你看那个 有的时候看那些照片 就能看出来 你看有几个 那个义工的眼神 是很专的 很定的 心很安的 你看他的眼神里 就能看到那种清净 那种专注 那种智慧 我们在师父上人的眼神里 绝对能看到 而且我说 我看现在 我们师父上人的眼神 都不在这个所谓世界 就像穿过这个空间 完全是在极乐世界一 就身在这 心早就不在这 我们是身心 聚在这里 而且是牢牢的 钻在这里 拔不出去 心思很散乱 我们的眼神里都是迷茫 都是那种散乱 都是那种 很多杂念 一看那眼神 我有的时候我就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 因为没法说 说的话呢 他也听不懂 所以呢 我们确实 就让他去 自己听心 自己念过 平时说再多 也没有用 我们的小义工菩萨 那天吃饭 问我 老师 那个 什么叫真心 我为什么不能够做到真心 我说为什么不能做到真心 真忘是一体的 你这个心迷的时候 它就是忘 心觉悟了 它就是真 为什么心不能够觉悟呢 业障太多了 业障根在哪里呢 不孝情 不尊师 没有静和顺 什么都是我知我见 我特别重的时候 那个业障就已经不行了 别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咱不用说父母 什么事情 一启性一动念 全是我的想法 我的知见 我的做法 我认为如何如何 那怎么修 我没有办法修 当这个完全执着在我上的时候 就是六道轮回里的恶道 地狱里的众生最执着我 所以他就执着地认为 那个柱子就是没 每次见的都是这么认为 执着地去抱它 执着地认为这个身体会受苦 所以他都是万死千生不能够处理 佛福色认为这身体是假的 所以他在地狱里他不受苦 佛福色到地狱里度众生 他现的是地狱里的身 但是不受苦 所以那天我念佛 我就一下子 念开悟一点 我特别高兴 因为以前 我们念那个西方发育文不都有 身无病苦 欲知实至自在往生吗 我就想着要不生病 还能够欲知实至 自己想想也不大可能 因为那个自己无畏布施做得少 以前都有杀业 在大连没学佛的时候 给家里人做鱼呀 做虾呀 都活的呀 做螃蟹呀 造了那么多杀业 还度过胎 这杀人更严重 这不生病也不大可能 他要受报了 那怎么能是生无病苦呢 后来那天念佛一下念图 就是我们真正拿到念佛三昧之后 会生病 不受苦 因为佛菩萨 很多佛菩萨 他世界确实生病 但是他没有病苦 我们以前 那个刘孙玲老师讲课 就讲到过这一点 他不说有一位是这个 是大师志菩萨 还是文书菩萨再来的 肝癌 晚期 但是你问他疼不疼 从来他都说不疼 我们那个海鲜佛妻法会上 有一个老人家 香港的老居士 七十多岁 我们在这个法会 他参加法会 念了七天佛 法会圆满之后呢 我陪师父去这个三宝中心讲课 他又遇到我 他那个儿媳妇就拉着我 说老人家呢 实际上是癌症晚期 他是这个 我记不大清 应该是喉啊 喉咙上长得大的恶性肿瘤 他说本来去这个参加海鲜佛妻之前呢 吃不下饭 也很痛苦 很疼 但是很奇怪 在这个七天 海鲜佛妻念佛的时候 吃饭没有障碍 而且不疼 那老人家呢 就想找一个地方 因为香港的房子都很小 没有办法专门念佛 说敬余老师 能不能帮我找那个 心情念佛堂 去那里念 他们联系不上 那我就帮他联系 他就去那里念 前两天呢 他就有给我来一段信 老人家志求往生 决定了就不吃不喝 然后呢 就是想早一点去 我就有问他 我说那老人家还疼不疼 每天最少的五万圣佛号不疼 佛力的加持是不可思议 真的 就是你念佛 真念佛的话 你觉察不到身体的痛苦 我说那就好好念 能念多少念多少 五万十万都没有关系 他就问我 可不可以不吃饭 我说你们不用担心 求往生了 这个臭皮囊就不要了 吃不吃都行 他也不想吃 我们现在 很多同学都有感觉 佛号起来多的时候 那个三顿饭变两顿 两顿变一顿 我今天中午还说呢 这一顿吃的都撑的 要能像阿罗汉那样 七天吃一次就好了 这不吃饭能省多少时间 做饭就花很多时间 吃饭要花时间 再洗碗再收拾 他会吃得越来越少 真正到往生的时候 确实可以断食 那我们平时呢 在生活当中啊 就重点训练自己 要一心 不是念佛的时候 是一心 是日常生活 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用一心 念佛只是训练 一心的一个手段而已 为此一念 更无杂念 念念相续 就能够成就三昧 什么是三昧呢 念佛三昧啊 就是思专 想记之位 思啊 思想的思 专 专一的专 你的思想特别的专注 你的想法全部都 记是记紧 都放下了 没有想法 思专则制一 你的志向就很专一 想记呢 则弃虚神老 慢慢的 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怎么办呢 念佛 就不去再想他了 想他都是妄念 想一想不明白 最后把自己想烦恼 你就放下念佛 念一会儿佛就知道 拜佛 拜一会儿佛也知道 在一切时 一切处 顺利境界当中 都保持自己的这个一心 当我们念佛功夫成片的时候 就能够有力量 辅助烦恼 我们叫是一心 是一心呢 也能生到凡胜同居土 所以念佛法门呢 是不可思议 我们这一生能遇到 决定不要错过 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可能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才知道他多殊胜 在这里怎么跟大家说 他多好 我们都意识不到 所以想不明白就别想 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业障重啊 什么什么的 别想业障 想佛 自己想着想着佛 可能确实突然就知道 自己哪块错了 知道错了放下 以后后不再造了 下次就不做了 下次呢 习气现前又做了 再念佛 再想佛 一点点一点点 就辅助了 所谓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见佛呢 我们包括刚才说 有梦中见 和定中见 定呢 是心不散乱 所以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那个 每天不都有修学汇报吗 你有说定念还是散乱 定念呢 不是说 定念不是说 我专门宰这块 什么都不干 这叫定念 如果我在做饭的时候 虽然我在做饭 但是我那个佛号 能够每一声念着 声声不断 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 念一千声 这个也叫定念 我们走路的时候 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念了两千声 比如说 我从香港家里 来到我们火坛办公室 这一路上 我是念了三千零一千声 那这个就是定念 这不是散念 散念呢 是心是散乱的 你嘴里虽然念着佛 但是其实你也不知道 念的是三百还是五百 那个是散 所以大家能抱上数的 基本上都是定念 那个散念还能抱上数呢 可能是那种 拿着技术器 就是自己这么按 所以为什么说技术器 它没有办法 帮我们把定念的功夫提上来 因为你经常是心散了 你是在那按 以前刘孙英老师不是讲过 那个他身边那个 不法的故事吗 刘老师说要求他每天念三万 他就这样按按按 也不知道是念还是没念 反正到时候就跟刘老师说 你看三万 按出来了 那我们要拿佛珠 就没有办法 佛珠是能提起我们这种定念功夫 所以你看那个黄念老 他在文革的时候 被打成这个右派在毛棚里 在那个叫下方的农村 那当然佛珠都收了 他是拿那个草 寄成结 寄一个结 算是一地佛珠 每次就是寄一百零八 这样数着面 就这种毅力 我说我们现在 既不在那个草棚里 也没有去放牛放牙 也能吃 也能喝 我们就这点毅力都没有 所以我就 你看身边能不能成就 就看他这种意志力就行 那种意志力完全是 自己生生世世修来的 你这一世不修 下一世还没有 你这一世修了 就能带到下一世 下一世修了 还能带到下一世 你这一世修的是懒散 懈怠和放弱 下一世这些喜气 继续带下去 所以大家呢 要明白 你修什么呢 你就得什么 不是这一世得 是生生世世都得 尤其是我们住在 经舍里的同学 有同学供养房子 给我们住 有现成的 给你买菜做饭的 我们在这里 如果修的就是 吃睡 真的是造第一 决定不可以 我刚定了一个 我们那个经舍的 常住公寓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忏悔业障 必须的 你四点钟起床 五点钟做早课 这是必须的 怎么能不做早课呢 到点就睡觉 守一切规矩 别自己通宵达旦的 到最后白天睡觉 晚上不睡白天睡 你不里外是一样吗 而且你这跌三倒四 规矩怎么定的 就怎么来 尊重规矩 就是尊重佛法 就是这么简单 不让自己有意见 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见来 我认为应该怎么弄呀 你认为的就都错了 所以经舍的同学要注意 尤其是女众 我们女众的烦恼 确实很出众 同样的对比 你看就是我从一三年 护持的男生 男义工 要么人家出家了 要么人家成就 一千步沾茶餐 要么人家也不造业 人家转身就走 你就看这女众 咱们先别说出不出家 那是决定没有了 就再加着跌三倒四的 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所以我就跟师父说 我说这女神真的是可怕 业障烦恼太重了 整个自己全部都是盖腹 她就像那个盖子一样 紧紧地盖在头上 你自己完全处在那个昏昧当中 不以为然 我就说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自己睡到七八点呢 不觉得多羞耻 老师又睡到七点半 老师今天又办了一步两步掺 我们的二十四小时 她也不工作 还有人给你刺红吃 刺红做 供着你吃喝 也没啥活 也不休息 那这干啥呀 我说我也不管 我说自己看着办 修不修都在个人 修也是你自己 不修也是你自己 自己愿意照业 别人也拉不回来 定中呢 就是亲自见到 你看这个 我们祖师大德 有很多定中见佛的 慧远大师三次 就定中见佛 像这个海贤老和尚 我们是不是让人说 他老人家一生 至少十几次见佛 那基本上都是定中见 那心很专注 就能见到佛 那其次呢 是梦中见佛 做梦的时候见到 也是很好 但是只是偶尔见之即可 如果是常常见呢 恐怕是魔镜 魔障 尤其是我们 要是一见呢 就生欢喜心 生傲慢心 这更是魔障 那学净土法门 我们讲有佛菩萨加倍 魔不敢来诱惑 我们念佛的时候呢 就是成佛的时候 大家念佛的时候 心里要清静 什么杂念 不要想神通啊 想见佛呀 想什么时候成就三昧呀 想怎么快点度众生啊 想怎么样赶紧断烦恼啊 都不要想 念佛的时候就是一字一字的 专注的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 专注念 我们明天不是弥陀 圣诞共修吗 大家呢 早上起乡之后 就专注的念这四字符号 昏沉的话 就不要边走啊 边睡着念了 去拜佛去 不要自己骗自己 在那睡 睡醒了之后 再接着再念一会儿 拜一会儿 拜一会儿起来 跟着再念 保证自己都经常是属于清醒的 不行就喝红茶也好 喝咖啡也好 开空调也好 总而言之 让种种方法 让自己不昏沉 昏沉是大烦恼 你就想 我们其实死的时候 那就是大昏沉 你一迷糊 再一投胎 已经入猪胎了 入驴胎 入鬼胎了 你是不知道的 你只是像睡一个觉 醒来而已 我们念佛就是这样的 你看有的时候 一昏沉一起了 哎呦 二十分钟过去了 自己以为 只是打了一个小盹 黄梁那个南科一梦 不就这样吗 在梦里头 又当官又干嘛呢 其实那边 只是煮了一个小米粥而已 小米饭熟了而已 我们人生 现在就是做梦 现在都不清醒 你想你死的时候 能清醒 那都是稀里糊涂 跟着夜里去转 我们生生世世都这样 这一世是决定 不可以这样 所以第一件事情 以去昏沉烦恼 为主要 你看我们听经昏沉 咱出去要是逛街呀 请法器呀 买东西 决定不昏沉 因为那些都是业力 一听经昏沉 一念佛昏沉 一打坐昏沉 这就是业诈 因为我们 往生的时候 是靠念佛走的 不是靠出去满街转走的 满街逛商链走的 不是的 所以一定要保证 自己在念佛的时候 在听经的时候 决定昏沉烦恼要去掉 我以前也是昏沉得很厉害 真的不比大家差 业障很重 我那阵在大连的时候 听老法师第一次 大经节演绎 一二年的时候 我不跟大家分享吗 打开之后 手机也打开了 已经都眼睛都睁不开 不到三分钟就睁不开眼睛 我就想自己还觉得很奇怪 明明这个头一天晚上睡得很好 也没起那么早 因为就为了准备这一天 听大经节演绎 把觉也睡足了 一打开就是困得不得了 实在挺不住 然后就 那就一个人 因为自己在那个 我住别墅在楼上 也没人看着我 就睡过去了 睡过去之后呢 再一醒来 这座经挺好 就圆满了 然后再从头再翻过来 再重新听 后来一想也不能这样 我就开始跪着听 跪着听了 就能靠着那桌子睡着了 然后我就想边拜边听 拜一会儿 也是困 哎呀 然后就是下去 听二十分钟困了 下去留了一圈 再困了我就再绕圈扶 喝咖啡呀 什么的 抹这个风油镜 想很多种办法 但是自己知道 那就是业障 没办法 你业障没有克服 就是这样 业障靠什么克服啊 我最深的体会 靠所有的那种 人事上的逆境 我真的很多业障 是靠那种很大的 人事环境的恶源 诽谤你 侮辱你 羞辱你 在你面前说 种种让你不欢喜的话 你在这里你忍 忍过去之后 业障真的全消了 是不是让人讲的一点没有错 欲恶源 欲逆境 能够忍得过去 决定是夜消浮泄 夜障都消浮会都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突然之间 我在一三年 去听老板人讲经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困 我就觉得我应该 应该睡觉 他咋不睡呢 我看那摄影棚里 那几个人都在那睡觉 困得都很 有好几个都困得不行 我就很精神 然后呢 瞬间 就感觉 听师父上讲的 就像 就像进到那种光环里一样 就是全是一片白光 大家能想象到 就是那种 完全只有 就是看见师父上 就像在一团光里面 每一个字 都清清楚楚的 落在我的心里 但是也没有留印象 就是登登登登登 然后我一会儿 我说这怎么两个小时 就完了呢 就像两分钟一样 特别快 从来没那个感觉 哎呀 我那时候我就想 我说我这是不是 消业障了 我这不困呢 我这感觉第一次时间 过这么快呢 因为以前还要瞅表 哎呦 还有半个小时子 就这样 还不断地看那个电视上 打那个经文 然后再翻翻书 怕自己睡嘛 那时候就是也没翻书 也没看电视 就瞅着 师父上一会儿 师父上说讲完了 哎呦 我说怎么这么快 就讲完了呢 后来好几次都是这样 等再后来听听 就很少昏沉 很少 听听我师父讲 讲课也是很少昏沉 然后再后来 我以前念佛是 都别说三千 我原先在大连 零两个同学 曾经那阵 豪气壮志 我还拿着隐庆 决定念通宵 都别说通宵 二十分钟全睡觉 因为那两个同学也困 说 金玉老师 太困了 能不能先睡一会儿 我们再念 再一醒来 凌晨三点 三点钟起来 没念一会儿 又困 又接着睡 我说我们的一宿念佛 就是念了不到两千声 就基本上都在睡觉 在那个 我那大连会所里 环境特别好 没人 把门一关上之后 起个箱 敲了没两下 就开始都睡着了 夜长很重 现在就是念到 我最多的时候 念到凌晨三点 真的一点不困 其实我那天 是最多念了十二万 就一声一声 这么数着 一会儿一万 一会儿一万 我这晚我就在想 我这睡还是不睡 这三点了 我说我坐在床上念一会儿 因为晚上 那个外面寒气很重 我说我坐在床上念 坐在床上也不困 我说我这 我这算不困 不困呢 因为以前念佛会困 所以大家 像今天中午也是 我大概十二点半 那这儿 就有一点困 困一点会儿 我就进屋 转一圈 喝了点水 到院子里 接着就不困 接着再接着念 所以大家一定要 把昏尘的这个障碍 去掉 去不掉的话 往生是大障碍 我们是靠念佛呀 精行拜佛呀 种种方法 自己用那种坚定的意志力 决定这一生求往生 决定是去极乐世界 不辜负这一生 遇到这个法门 不辜负自己这一生 遇到这么好的 师父上人这个教导 我们很难遇到的 之前没有汇集本 你看比我们要是早一百年出生的 也没有汇集本 也没有收不上人奖金 也没有黄念佬的这个注解 我们是没有办法修的 你根本都不懂 你修不下去 你现在都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是看我们干不干 你肯不肯干 就是你在于你愿不愿意去极乐世界 你真愿意去 没有放不下 都能放下 一切随愿 我父母来深圳 以前那个 正好那天父母来的时候 有同学 从外地来看我 给我拿了很多东西 然后呢 拿着那些东西回家 我爸说 这些东西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说爸 这些都是供养您的 父母就是佛 因为我爸就很开心 我爸说真好 我要去见老同学 他深圳有好几个老同学 那这些礼物都可以安排见 以前呢 心里还会想 我自己拿点什么 要留点什么 现在我看都不看 这一包东西都拿走 你喜欢什么都拿走 什么都没有这句佛号中 一点点的 就把这些障碍 有同学还说 说老师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先问我父母 对啊 吃的喝的 都要先供养父母 父母不要的 我就要 父母要要全给父母 师父上 让这里讲 我们有一生念佛 不能往生的 原因有四个 第一个呢 是念佛不经成故 刚一准备经 就有夹杂了 那么历代祖师大德 都是通宗通教的 但是真正认识 净土法门之后 其他的都放下 专修净土 看廉池大师 他在所有的著作当中 他的精华 就是弥陀书朝 我冒我一大师也是 通宗通教 最精彩的 就是 阿弥陀经要解 所以 学净土的 没有读过 阿弥陀经要解 这是遗憾 这就跟 阿弥陀佛亲自写的一样 你就是什么都不懂 你读一遍 都是一种享受 那么 印光大师晚年 也是只有一部 阿弥陀经 一句佛号 什么都不要 我们也是 我们一定要 经呢 它就不砸 砖呢 就是把心都放在这一处 别的呢 都不去想 我确实 我平时是 两耳不闻 窗外 什么事情 跟自己都没有关系 我就是 每天除了念佛 就是我们 不是明年有法会吗 法会呢 就是 这些义工菩萨们 我们有共修 学习 在别的 我什么都不想 世间都不想 佛门里的什么事 也都不想 你问我 我啥都不知道 确实 大事小事 我都不知道 自己 有时间 就多为自己的 佛号的功夫 这个功力 多加强硬定 你自己心里 最清楚 在念佛的功夫 有多差 没功夫了 一点功夫都没有 所以 我们在生活当中 要知道 没有放不下 我今天 师父出关 师父还问我 说明年法会 报了多少人 我说师父不多 预计三千 现在才一千八 加上我们的义工 可能刚好两千 师父还挺欢喜 两千正好 我两千就两千 一千就一千 人少呢 在那里念佛呀 过到更通常 绕佛比较方便 师父说 干脆 以听清宫的讲课 实践念佛为主 师父说 他专门领着大家 领我们念佛 就是念佛前 他开始二十分钟 剩下我们就是 专门念佛号的功德 不可思议 我也很欢喜 我好 说每一次 我们办的法会 都希望成为我们 每一个人 自己能够往上了 增上资量 先别说给别人办 给自己办 自己这场法会当中 如果增长的 全是贪嗔吃慢 不是增长的 去极乐世界的 信愿形 咱就亏大了 付出那么多的 时间精力 完了自己 往六道轮回里转 全都弄法了 所以在这里 要好好修 修自己去极乐世界的 这个资量 第二个 是生疑 不赌信骨 就是对 净朵法门 虽然是念佛 但是不能够完全相信 自己真能往生 只要自己 还有一点点 疑情存在 临终的时候 如果还有一点福报 可能会 但是这个福报 是指身无疾苦 脑袋很清楚 是可以生到边地 如果福报差的 神志不清的 有老年痴呆 突然脑血霜 昏迷 疑仗起来 决定不能往生 这个疑就是 我业障这么重 能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能不能来接我 这些都是怀疑 这些怀疑就障碍自己 决定不能怀疑 要相信阿弥陀佛 我们往生是他立法 阿弥陀佛的本愿 微神加持 我们就把自己全部交给阿弥陀佛 不是往生的时候交 是现在就交 现在我们的一生 就全交给阿弥陀佛安排 这个好事 阿弥陀佛安排的 考验我生不生贪心 这个坏事 也是阿弥陀佛安排的 总而言之 阿弥陀佛安排的 就是最好的 我这一生 就都交给他老人家安排 他老人家怎么安排 我都欢喜接受 我只想着极乐世界 我只想着阿弥陀佛 我只想着这一生 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 别的都不行 如果这种心没有的话 我们往生很容易 到手起遗仗 就不行 所以明天大家共修的时候 就别想着家里的孩子 有没有人看呢 我那个法会的事情 还有哪些没做呀 都不行 我们好不容易有一天共修 就把自己全部交给阿弥陀佛 在阿弥陀佛诞成这一天 跟老人家 心心念念都在一起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中的阿弥陀佛 我就是阿弥陀佛心中的那个众生 我跟阿弥陀佛就是一体 就像母亲跟儿子一体 心心念念不离佛 我说我们今年只有一天 从明年开始啊 我们也学习一下正觉经社 正觉经社是已经连续十几年了 从起见那一天开始 每年的弥陀圣诞 就开始打弥陀佛气 弥陀圣诞日这一天起气 连续七天只与念佛 只与闭关念佛 我们从明年开始也是 阿弥陀佛圣诞这一天 我们就开始全程的 只与闭关念佛 一心想佛念佛 决定这一生求生极乐世界 那么这些都是要靠我们 平时深入研究经教 并且不断地学习一些往生的案例 加强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走成 我们把这两点讲完 第三点呢 是无有往生愿故 就是不愿往生 但是愿意念佛 把念佛当成修福 比如这一世自己没有福报 就多念佛 这个念头是错了 念佛就是为了求往生 什么都不求 你念佛自然有福报 念佛自然有智慧 但是我不求他 我念佛就是为了做佛去 念佛就是为了往生去 所以因地不真 果昭欲去 你这个因地呢 你要想着修福 将来就做一个多才鬼 有的往生到天道 想天福 求仁天福报 不行 第四个呢 是不能断贪爱故 贪图三界六道中的种种享受 凡夫呢 就是贪世间的五欲六成 那天上的人呢 就是贪这个天界的清净的福报 色界无色界呢 就是贪这个禅定的享受 只要有贪呢 一定会有障碍 是决定不能往生 所以我们要知道 自己要能走呢 就是什么都不能牵挂 有牵挂就是有贪 这些都要放下 放得一干二净 确实我们的念头 专一道 只有一句佛号 只是想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跟自己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像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 你住酒店一样 我们走了 这个酒店不会想着 再拿个床单 背个床 再拿点什么 再把它打扫干净 什么都不想 打扫是酒店服务员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 都不带走 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们确实也是走的时候 什么都带不了 两手空空的来 两手空空的走 唯有业随身 所以就我们只造极乐世界的 清净的阿弥陀佛的这个业 别的所有的业都不造 这样子的话呢 往生的时候就没有障碍 那今天呢 我们时间就到了 还有一堂课 争取在 2015年奖元满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 大师之菩萨念佛云通章 也没有认真学习过 所以不是说教大家 是我很想学习 跟大家一起学习 那么依据师父上人这个本子 越看越欢喜 我们就学到这里 听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有情 素望无量光佛畅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丧 我和波畅 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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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波畅 波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